我是Ingrid 林淑宴 我相信憑着直觉和自己的信心 是可以追寻到梦想的 在这十年社会工作上面 我其实除了是一个瑜伽导师之外 也是一个主持人 也都因为这一样的工作模式 令到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去做一些慈善工作 感受一些不一样的生命 这件事大概在两年多之前 我就和朋友去泰国布吉玩 当时我们就参与电单车的活动 在下车的时候电单车就失控 我就抛了出车外 当时其实已经全身都流血损了 直到去到医院 医生就说原来我的颜角骨是烈了 我就知道原来不只是一个皮外伤 我第一个记忆就是我和自己说我要站起身 可能因为一路都以为自己好像一个强者 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弱者 被关心原来人家的说话 我不是立即可以感受到 或者我都不是那么容易去表达的 在这场意外之后 令到我用另一个角度去感受到 被照顾或者被关心的人 他们的心是怎样想的 我自己的工作 做诗仪也好 做瑜伽导师也好 主要是我说别人去听 所以变成了自己 其实不习惯去聆听和去感受 而经历完之后 我觉得这场表面上是一个意外 但是在我整个生命来说 是一个提醒来的 亦都是令到我成长的 乐观帮我跨过逆境 我是Ingrid 这个就是我的故事